男子为报复前妻竟偷偷将孩子接走并藏了起来 另一起案件 男子为得到孩子抚养权 竟伙同出轨对象侮辱妻子 两起案件的丈夫都因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而不择手段 他们的不法行为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争不到的抚养权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安爱甜蜜的情侣常常说 我的就是你的 可到了分开的时候 这你的和我的可就得区分清楚了 房子和票子可以根据价值协商各得一份 可这作为爱情结晶的孩子该怎么分呢 在今天的两场夺子大战中 竟然有人为了抢复养权 竟然有人为了抢夺孩子让自己尽了橘子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 2020年下的一天 时值某小学即将放暑假 可32岁的乔宴却没接到儿子浩浩 紧急联系班主任才得知 八岁的儿子下午就被他父亲腾刚接走了 这让乔宴一时是心乱如麻 这当爹的家孩子 怎么能让身为母亲的乔宴如此担心呢 原来乔宴和腾刚已经通过法院判决离婚半年多了 这浩浩被法院判给了母亲乔宴抚养 因为担心风言风语传到学校 乔宴并没有把离婚的消息告诉学校 学校的家长联系信息并未变更 所以啊身为父亲的腾刚 很顺利的就把浩浩从学校接走了 乔宴赶紧拨打前夫的电话 电话去关机 他怒骂了一句混账东西 就开着车赶往前夫的出租屋 没成想已经是人去楼空 乔宴慌了 他马上去派出所报案 可派出所询问后得知 孩子是被父亲接走的 不符合立案条件 此时的乔宴非常后悔 当初不听父母劝阻 义无反顾地嫁给了腾刚 如今不但离了婚 孩子还被前夫给偷走了 那么乔宴的婚姻 为什么会走向破裂呢 原来呀 腾刚和乔宴曾是同一家 设计公司的同事 因工作结缘 乔宴仰慕腾刚的才华 而腾刚也喜欢乔宴的沉静 忽有好感的两人 很快就成为了恋人 可是相处没多久 乔宴就发现 腾刚有酗酒的毛病 一旦喝上酒 就像变了一个人 据腾刚说呀 他母亲早亡 备受打击的父亲 大那会儿就借酒消愁 而他在大学期间 为了完成设计作品 常常苦于没有灵感 就学父亲的样子 喝上几口酒 缓解压力 没想到日积越累 随着设计业务增加 他对酒精的依赖程度 也越来越大 日久千长 不知不觉中 他就养成了续酒的毛病 因为见过腾刚 醉酒是他的样子 乔宴的父母 对他很是不满 尤其听说 腾家父子两人 都是酒 乔宴的父母 越发不看好这段感情 当时 身向爱河的乔宴 却不以为然 因为腾刚 曾信誓旦旦地承诺过 为了他 他可以把酒戒掉 因此呀 他不顾父母反对 毅然决然地 和腾刚登记结婚了 婚后不久 乔宴就怀孕了 随着孩子的出生 腾刚也更有责任心了 他为了给妻子和孩子 更好的生活条件 经常加班 这让乔宴既心疼 又欣慰 可乔宴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刚出月子 丈夫腾刚 竟被公私解雇了 丈夫一直辛勤工作 怎么会被解雇呢 乔宴赶紧打听了一下 这才得知 这段时间 丈夫根本就没有加班 而是趁妻子忙着照顾孩子 无暇管他 趁机和酒友们沉浸在酒吧 没想到 醉酒物事给公私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因此导致腾刚被公私解雇了 最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的乔宴 被现实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 他难过至极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 他尝试着鼓励丈夫 毕竟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设计师 乔宴相信 只要丈夫借了酒 依然会在事业上有所发展 懊悔不已的腾刚 满嘴答应 可没坚持多久 乔宴就发现 丈夫又偷偷喝酒 这乔宴呀 实在没辙了 只得早早地给孩子断了奶 自己出去工作挣钱 而腾刚呢 偶尔会接几个私活 但因为无法借掉酒饮 整天是昏昏噩噩 设计效果 总也无法让客户满意 之后呀 也很少接到设计业务了 这种日子 一过就是五六年 儿子浩浩上小学那年 乔宴因公出差 临走前 丈夫是拍着胸脯保证 不喝酒 好好陪儿子 可等乔宴出差回来 却发现 家里是一地的酒瓶 腾刚醉的不省人事 儿子一边吃泡面 一边委屈地写作业 这让乔宴的眼泪 瞬间就流了下来 她觉得 丈夫已经无药可救了 于是 她下定决心 提出了离婚 因为当初两个人是落婚 婚后 住在乔宴父母的一处房子里 两人没有什么积蓄 所以 财产分割很简单 乔宴说 如果丈夫同意离婚 她自己来抚养孩子 不需要腾刚付抚养费 但腾刚坚决不同意离婚 由于腾刚不同意离婚 法院驳回了乔宴的肃请 给予了两人感情修复的机会 但半年后 离婚意向已决的乔宴 再次起诉 最终达到了离婚的目的 并且得到了儿子的抚养权 这一天 腾刚来找乔宴 说想看看孩子 乔宴看到满身酒气的腾刚 气就不打一处来 当场决绝地告诉他 如果还需酒 就不可能让孩子 见到这种酒鬼父亲 好久没见到儿子的腾刚 也给乔宴撂下了一句狠话 说有一天 也会让他常常见不到孩子的滋味 这才出现了 我们案件开头那一步 腾刚禁止去学校 接走了孩子 乔宴被迫报警 因为孩子是被亲生父亲 接走的 不符合恋案条件 未能达到乔宴 所期望的警方的帮助 为了尽快找到孩子 乔宴动用了很多关系 到处打听 原来前夫带着儿子回了老家 此时他明白了 即便自己找上门 也无法带走孩子 这可怎么办呢 乔宴去咨询律师 律师告诉他 既然法院已将孩子的抚养权 判给了他 他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要求腾刚将孩子交还给他 很快 乔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请求腾刚执行生效判决 将孩子交给他来抚养 那么腾刚会执行吗 不久 法院做出了执行裁定 裁决 腾刚将浩浩交还给乔宴抚养 没想到 腾刚在接到法院裁定后 最熏熏地给乔宴打来电话 轻蔑地说 他早已经打听过了 孩子又不是什么物件 根本无法进行强制执行 那份裁定就是一纸空文 乔宴是甭想得到孩子了 这腾刚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和裁定 难道乔宴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在律师的指导下 乔宴再次报了警 既然在孩子刚被父亲腾刚接种时 乔宴第一次报警 没有得到帮助 再次报警 警察能管吗 这乔宴第二次报警的结果是 腾刚很快就被刑事拘留了 那两次报警 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这腾刚藏匿孩子的时候 他只考虑到 法院没法像拍卖房产 画不存款一样 直接执行孩子 所以他觉得 这张执行裁定书就是废纸一张 但他却忘了 生效法律文书代表的是司法权威 是不容挑衅的 所以腾刚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了 关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法律有明确规定 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 除三年以下有去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除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去徒刑 并处罚金 也就是说 法律即便不能强行将孩子 送交到乔宴手里 却可以惩治拒不交还孩子 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腾刚 在版中 法院经审理认为 生效离婚判决已经确认 浩浩的抚养权归他的母亲乔宴 但父亲腾刚却强行带走了浩浩 甚至在接到法院的执行裁定后 依然是执迷不误 无视司法的尊严 其行为已经构成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最终 法院判处腾刚 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 缓刑三年 曾经的腾刚 财华横溢 现如今 却站在了刑事审判庭的被告席上 这种巨大的差距让他彻底清醒了 在庭审的最后陈述阶段 他说 藏匿孩子起初是为了报复前妻 实际婚姻破裂的根本原因 不是乔宴的无情 是他自己对酒精的沉迷 而自己一错再错 最终让自己沦为了犯罪分子 在刚才的案例中 孩子的抚养权被判给了母亲 做父亲的 因拒不执行反院的裁判 因此获刑 但在接下来的案例中 丈夫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竟然做了一件更荒唐的事情 他拍摄了妻子的裸照 他为何要这么做呢 结局又如何 请看第二个案例 妻子提前结束出差 本想回家给丈夫一个惊喜 却撞见丈夫出不意 楚夫妃下意识地掏出手机 对着床上赤身裸体的两人 连拍数张照片 妻子决定离婚 丈夫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竟想出一个阴险的主意 威胁妻子 秦波竟然把手机交给了情人张力 任由情人张力拍下了妻子的裸照 妻子报警 警方很快将二人抓捕 二人的行为触犯了什么法律 争不到的抚养权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020年初春的一个晚上 33岁的楚飞飞和丈夫秦波相约 就离婚事宜中 孩子的抚养权问题再次谈判 但她万万没想到 这次谈判 却让她落入了丈夫的圈套 谈判地点 约在了一家西餐厅 丈夫竟然还带了一位年轻的女子 楚飞飞一眼认出 她就是丈夫的情人张力 这离婚手续还没办呢 第三者就敢堂而皇之地 跟随自己的丈夫前来谈判 楚飞飞是怒火中伤 而张力却是一脸的挑衅 楚飞飞抬手就给了张力 一记响亮的耳光 两个女人瞬间就扭倒了一起 秦波见识不好 赶紧拉架 并低声说 大庆广众之下像什么样子 她一手一个 拖着着两个女人上了自己的车 刚上车 秦波就猛踩油门 静止朝郊区开去 楚飞飞见状不好 想跳车 可身体却被坐在后面的张力 牢牢地控制着动弹不得 车辆开到了一处郊区的树林旁 秦波停下车 开门见山地提出 让楚飞飞把她手机里的照片给删除了 那楚飞飞手机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照片 会让丈夫秦波和情人张力 非得逼着她删除呢 这事啊 还在从楚飞飞发现丈夫出轨那天说起 那是2019年的七夕节 楚飞飞提前结束了出差任务 想给丈夫一个惊喜 没成想 却在卧室撞见了最难堪的一幕 丈夫和一名年轻的女子 正依偎在一起情意缠绵 一瞬间 楚飞飞如同是被五雷轰顶 她下意识地掏出手机 对着床上赤身裸体的两人 连拍数张照片 这楚飞飞的意外归来 把秦波和情人张力吓得不轻 张力意识到 楚飞飞在拍照片 赶紧用被子蒙住了头 而秦波则手忙脚乱地穿衣服 楚飞飞扬手给了丈夫一见耳光 哭着静止回了娘家 楚飞的爸爸妈妈 见到泪流满面的女儿 母亲叹了口气说 早晚的事就抱着孩子出去了 楚飞飞和丈夫秦波是大学同学 秦波家境不好 所以楚飞飞的父母 极力反对两人的婚事 但秦波非常有上进心 楚飞飞顶着家里的压力 嫁给了秦波 楚飞飞当时天真的认为 只要两人努力共同打拼 一定会有幸福的生活 但您楚飞飞没有料到的是 丈夫因为急于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没跟家人商量 就辞去了稳定的事业单位的工作 想要自己创业 可是于没有经验 丈夫秦波的创业是屡屡失败 把两人的积蓄全搭进去了 楚飞飞提醒丈夫说 她还是应该先找个稳定的工作更好 但秦波却敏感地认为 妻子怀疑自己的能力 夫妻间渐渐产生了隔阂 后来楚飞飞怀孕了 初为人母的她 受忙搅乱 婚姻生活不但没有锦上添花 反而是一地鸡毛 这让夫妻二人的关系 更是雪上加霜 直到亲自发现丈夫的婚外情 楚飞飞才真正意识到 自己对秦波的认识不足 与她结婚是个错误的决定 就在楚飞飞泪流不止的时候 秦波发来了一连串的道歉信息 她请求妻子原谅 说张力是自己在工作中认识的 出轨也只是一时的鬼迷心窍 希望妻子能够原谅她 但是婚后生活的长期不如意 已经让楚飞飞对丈夫秦波失去了信心 此次将丈夫桌奸在床 成为压垮楚飞的最后一根稻草 辗转了一夜 楚飞飞做出了离婚的决定 秦波觉得 楚飞飞一家人有一种没有由来的优越感 不但不尊重自己 也不尊重自己的父母 这种婚姻再维持下去 也是十分的憋屈 所以也同意离婚 但是秦波提出 必须由她来抚养儿子 因为儿子是秦家香火的延续 这孩子打小都是楚飞飞带的 她当然不同意放弃抚养权 楚飞飞和丈夫秦波 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协议离婚谈了大半年也没达成一致 半年后的一天 楚飞飞突然接到了秦波的信息 她希望见面再次协商孩子的抚养权 可让楚飞飞万万没想到 这次见面的背后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 楚飞飞被强行带到郊外的树林 要求删除丈夫和情人 通奸照片的哪一幕 在车上 楚飞飞看着丈夫和她的情人张力 愤怒地说 不但不会删除照片 还会把两人出轨的照片 作为证据提交法庭 让法官看看 能不能把孩子 判给这么一个 不忠实家庭 没有责任性的男人 见楚飞飞不肯妥协 后座上的张力 突然开始疯狂地 撕扯楚飞飞的衣服 楚飞飞一边呼救 一边挣扎 此时秦波却出手 她帮助情人张力 控制着妻子楚飞飞的反抗 在秦波和她的情人张力的合力之下 楚飞飞身上的衣服被扯掉了 只听张力催促秦波说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拍呀 倍感羞辱的楚飞飞 已经是泪流满面 她用哀求的眼神 看着丈夫秦波 希望她还能有一点人性 不要听从情人张力的怂恿和蛊惑 此时秦波再次问楚飞飞 是否同意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这孩子的抚养权 是楚飞飞的底线 无论如何 楚飞飞也不会放弃的 当听到楚飞飞的 不可能三个字时 秦波眼中的不忍消失了 她竟然把手机交给了情人张力 任由情人张力拍下了妻子的裸照 羞辱至极的楚飞飞 大脑一片空白 她难以置信 丈夫能做出这么龌龊的事情 眼见秦波和张力驾车扬长而去 悲愤难忍的楚飞飞 深一脚浅一脚 拦截了一辆过路车 静止去了派出所报了案 根据楚飞飞的报案 警察很快找到了秦波和张力 并直接将二人刑事拘留 如果说秦波拍摄妻子楚飞飞的裸照 是为了威胁妻子争夺抚养权 那身为情人的张力 为什么要帮秦波这个忙呢 在新闻中张力承认说 她不是帮秦波 而是在帮自己 因为她压根不愿意秦波把孩子要过来 让自己年纪轻轻的就成为了后妈 所以她已经暗暗决定跟秦波分手了 并且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 但让她特别不安的是 楚飞飞的手机里 有她和秦波的通奸照片 她担心哪一天被曝光了 会影响自己以后的生活 所以张力就想反制楚飞飞 只要拍下楚飞飞的裸照 才可以互相牵制 她认为自己这样做并不违法 如果违法 那楚飞飞拍摄她和秦波的裸照 不也违法吗 那么张力的这种说辞能够成立吗 她和秦波强行拍摄楚飞飞裸照的行为 是否触犯了法律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点 强制侮辱罪 根据有国刑法第237条之规定 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 强制猥胁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拘众或者在公众场所当众犯钱款罪的 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也就是说 判断是否构成本罪 主要是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强迫行为 虽然楚飞飞也拍摄了丈夫和她的情人张力的照片 但她既没有强行将两人带到拍摄地点 也没有逼迫他们配合拍照 因此不具备构成本具的要件 在版中 法院经审理认为 秦波和情人张力将楚飞飞带到了郊外树林 强行撕掉她的衣服 强制拍摄她的裸照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强制侮辱罪 最终 秦波和张力被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 经过这件事情 楚飞飞彻底看清了秦波的嘴脸 她立即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 并坚信会通过法庭的举证 证明由自己来抚养孩子 会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而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第三款的规定 离婚后 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已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 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习以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 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子女已满八周岁的 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由于孩子不到两周岁 又一直是由母亲楚飞飞来抚养 在综合考虑 父母双方的经济状况 负责任程度等因素 楚飞飞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